好 那麼我們剛個人電腦端解決了 接下來就要到雲端上面去啦 因為基本上我相信大家常常聽到這個名詞 三營一雲嘛 對不對 或雲端 那這個我們剛好稍微提過 那麼您在這邊看的時候 一般來說我們最常見的方法就是 透過瀏覽器或者一些應用程式去做 你在網路上找嘛 對不對 那因為你要申請這些所謂的雲端的服務的時候 很多時候要不要密碼 有沒有很多網站啊 或者很多地方都要記住帳號密碼 有沒有各位的那個密碼是 跟帳號是一條通的 這個通了 到處都通了 微笑的 面帶微笑的 我們都有 對不對 難免啦 因為畢竟你要記住那麼多帳號密碼總是比較難 那因為這樣總是比較危險一點 所以其實您可能還會需要有一些密碼管理的一些小軟體 或的輔助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以像一般那個網路銀行來講的話 他大多會要求一年要換一次帳號密碼 搞不好有些老師肯定的帳號密碼 細人那種網站好可能嗎 哈哈哈哈 好 那這個還是很重要 好 那一般我們比較常見的雲端同步的方法 其實第一個是Gmail 或是那種郵件 好 郵件的部分 我不知道學校的是怎麼情形 但一般像那個中小學 有些學校他們現在都是用所謂的Gmail的那個 那個信箱帶管服務 叫做Google APP 也就是網域還是學校的 但是呢 他們的信箱服務是由Google所提供 因為這是免費的 好 像領東也有 然後在那個亞洲也有 亞洲是用那個微軟的Harmail 好 微軟的Harmail 那不管用哪一個 這樣減輕學校的負擔嘛 對不對 那麼另外呢 像Google日立啊 還有銀端硬碟 最近微軟有推出什麼 Skydream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他現在其實有推一個叫outlook.com outlook.com 以前我們微軟的是叫MSN 對不對 順便跟各位控制一下 MSN明年就不玩了 MSNMessage啦 有沒有我們以前 我們這個年代我們都是那個 文字式的 那現在拍誰 FV比較盛行 走到哪裡上課 同學第一件事情就是FV 不是打開學校中 是FV啊 所以現在 他已經不行了 所以他跟誰怎麼了 跟Skype 就是那個網路電話 網路電話做整個 所以明年第一季以後 MSN就走路 那另外像 Zorobus Evernote都蠻常見的 蠻常見的 那這個呢 裡面呢 有一個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是您可以用這個方式 因為我們的裝置很多 但是 你有沒有那個 你有沒有辦法同時去 同時操縱那麼多台電腦 有時候有點困難 假設在同一個辦公室裡面 那大概沒問題 可是如果說 你有點距離 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那你要做連線的時候 怎麼辦 這個TeamViewer 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或者像你看 我們今天很不錯喔 燒風風 對不對 有春天的感覺 但是前三個禮拜 懷疑要死 請問你會想出門嗎 就算同學要問問題 也很懶得問嘛 對不對 尤其晚上啊 早上啊 都那麼冷 爬不起來 怎麼辦 老師以後就遠距教學就好 其實我們在頂東那邊 有那個遠距教學 如果說 平常的實體課程 老師萬一有事 沒辦法上話 我們就可以用那個遠距的方式去上 那這個也是一樣 他可以兩個人連接 也可以多分 最多到25分 最多到25分 還不錯吧 對不對 所以以後上課 教老師 都用這個就好 在家裡面 老師我上線 簽到 也沒有看一回事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要先 用這個小問題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您一樣 來這邊 到我們的桌面上面 有一個 有沒有 遠端連線的 事實上這個也可以做遠端的簡報 所以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這個是可惜式的版本 所以你直接執行這個就好 好 那我從我的這邊來執行一下 好 這裡 遠端的 OK 直接執行這個 您執行好 這個是中文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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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中文的 那 一般來講 大部分 學校應該是 不會特別去封鎖 我目前有遇到幾個 是像 衛生署 水利署 他們是有把這個封掉 為什麼 因為有開門 總是有漏洞 比較危險 那所以 像這樣的 那您 待會呢 執行了之後呢 您會看到 左手邊有一個您的帳號 就是ID跟密碼 有沒有 這個ID原則上 就是同台電腦 應該都是相同的 除非您有重新裝過 重關過電腦 那密碼部分 每次預設都會 隨機產生 所以 轉體關掉 基本上這個門 就封起來了 好就封起來了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請大家 連線看看 好不好 等一下這個 看哪位老師或同學的 願意把你的ID跟密碼 跟我講一下 我們馬上連線試看看 您就可以知道說 這樣的效果好不好 OK 那麼 有沒有我就進去了 我就發現 現在有兩個人在他電腦裡面 在這裡 有沒有 好像這樣 那所以呢 您可以操作一下 來老師請您 動動您的滑鼠 好像沒有看到對不對 沒有關係 來您看一下 因為預設 他怕說滑鼠太多 所以 沒有把遠端的優標打開 您看這個檢視裡面 有沒有顯示遠端優標 好 我把它按一下 來老師您操作 有沒有看到了 有齁 好 那像這樣 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是不是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問人家 有關電腦的使用 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看不到畫面 常常用電話講 講到最後聲音都很大 好 氣到要死 我說聽 要說聽 怎麼都不敢 對不對 這樣有畫面的時候是比較快 而且萬一你看不下去了 你就手幫他動一動就弄完了嗎 對不對 你就跟他講 就點這裡 點這裡 點那裡就好啦 這樣是不是溝通上就很快 那麼 好老師那您稍微停一下 換我 那麼 您看 所以我先暫時把它的游標先關掉 好了 這樣你比較不會看出聲音 有沒有 那 因為另外一個同學在動 這是我在動 您在動 好 您就先暫停 所以我們 老師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有沒有玩過五線六 講完要over嗎 對嗎 不然我滑鼠中一知道聽誰的 對不對 好 好 那老師您說 稍微找多少 萬一你有發現說 啊 我發現他有少檔案怎麼辦 沒有關係 這裡有沒有檔案傳輸 你就直接點下去就可以傳出 甚至他現在新版本的 其實您可以怎麼樣 直接從這邊直接拖過去就好了 欸 這樣也可以喔 你看 如果我從這邊打到遺憾中 我就按著他 把它丟到他們家 拿過去 拿過去 當然您也可以從他們家拿出來 意思是一樣的 有沒有 完全過來了 這樣了解這個概念吧 他可以傳整個資料夾 也可以傳單一檔案 有沒有 方便很多 當然方便你就要注意 萬一有人存心不良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對方的電腦上面 他會有開這個檔案傳輸事件的紀錄 他會告訴你說 對方或你這邊 傳了或接收的哪些資料 有沒有都有看到 有齁 所以您不用來 因為他不是要做木馬 如果是那種木馬城市 當然就不用告訴你啊 所以這個是像這樣 比較單純的 這樣應該會把 他也有什麼 語音的交談 或者電話視訊 都有 那麼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就先把這個收起來 如果說今天有多個人 比如說 像同學啊 然後老師啊 您可能要指導同學一組嘛 可是 不方便見面的時候 不方便在學校見面 也許他可能住得比較遠 或寒暑假的時候啊 大家都回家 回家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大家要聚在一起 不容易怎麼辦呢 透過這個就好了 你看 我既然有跟他連線了 您看這邊 這個 在這裡 好 您把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個會議 如果我已經跟他連線 我就說 我們先來開會吧 開會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 需要一些其他的輔助工具 什麼輔助工具 我今天在看你的電話 這個不行啊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您看他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 他會變 這邊的工具列變得不一樣 對不對 重點是 因為既然是要開會 可能有視序裡外 還要不要白板 要對不對 你把他按一下 有沒有變白板 我這樣再講 他對方就看得到 你了解意思了吧 這樣是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如果說你們要 多個同學或老師 直接要開會的時候 欸 你看看我的畫面 我做給你看 對不對 就這個地方 就那個地方 那這樣大家討論 就比較有時效性 也比較不受什麼 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有的人是葉毛子啊 他就喜歡 一、二點之後 比較親近啊 對吧 所以 您可以用這個方式 就比較不用擔心 那 像這樣子呢 弄完了就OK了 那最後呢 如果說你看 我就把它清掉 這裡 那我離開這個 這邊 推一下 那麼在這裡呢 因為 剛好 老師那一台 現在是 有另外一個同學 我先關掉 先把它關掉一下 在這邊 因為這裡 這邊有另外一個同學 我的是 我看一下我的是多少 712這一台 所以這一台 我先把它關掉一下 好 那麼 假設如果是兩個人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怎麼樣 我的看完了 我就跟你換邊 就是 你看 我的 我看到你那邊有問題 可是我跟你說 我這邊都沒問題啊 那我就跟你換邊 你看我這邊 你看我事情都很正常 你了解意思了吧 好 所以它新版本 最近有多一個這個 換邊的功能 您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那不管是說 你在管理你的電腦 裝置的時候 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 它也有手機的APP 都一樣 那 這樣的話 我們在討論 在管理電腦 要同步資料 就變得容易很多 這個是 透過這樣的連線 所以我們 我這個就把它先關掉 好 好 您看喔 在這邊 有沒有 我們就透過這個方式 是不是就可以比較容易去管到 你不同的裝置 不同的電腦 OK 好不好 所以先有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這個 RSS 訂閱該怎麼樣去做 好 那我把它還給你 所以 你如果有興趣的 同學 你可以左右兩邊 你可以玩看看 自己玩看看喔 其實還蠻方便的